周瑜派蒋钦和甘宁 分兵去取南郡和宜林 给曹人来个双管齐下 如今周瑜呀 取南郡的心情是非常急切 特别是自己在游江回礼的时候 和刘备在九夕验前这一打赌记长 周瑜恨不得一口就把这南郡给吞下去 实际来说 周瑜也真没把这南郡城放在他的眼里 他觉得这两拨人马万万一派是万无一失了 自己呢要亲自做蒋钦的后应 周瑜都把人马派出去 还没等亲自起兵呢 有人来报说大将甘宁 被曹洪给困在了宜林 这可太出乎周瑜的意料 那甘宁不是旁人啊 那称得起是江东孙权手下 第一流的上将 他怎么让人给困在那儿了 这要怎么办呢 周瑜一时还没想出个好的办法 怎么能够从伊林把甘宁救出来 又来了探报 简直成火上浇油了 在探报来报什么来了 说是蒋钦在南郡 让曹仁杀的大败 开始周瑜想打曹仁个首尾南郡 分兵取他两个城 现在可好 反过来了 自己成了首尾南郡了 这蒋钦太可气了 当时走的时候 我怎么嘱咐你了 你还跟我说那么大的大话 你怎么到那儿就败了 这不是除了我的军威吗 难怪周瑜都生气 这蒋钦不但败在曹仁手下 而且败得还很惨 蒋钦这个人啊 贪功心特胜 他刚接过周瑜令的时候 听甘宁给周瑜出主意 说甘宁自愿讨人马到夷灵去打曹仁 啊 这蒋钦心想 你可别夺了我的功了 其实人家甘宁啊 这是好意 不单是为取夷灵城 也是为了蒋钦 因为夷灵和南郡不是成鸡脚之事吗 甘宁当时想啊 蒋钦你光顾了打南郡了 曹仁要去接应 那可怎么办呢 这样我起码能把曹仁的人马给挡住 你蒋钦攻打南郡呢 后顾无忧啊 蒋钦可没这么想 他以为啊 这甘宁要跟他争功 后面看他一声炮响 马不停蹄 就直谱南郡了 跟头巴士的就来了 蒋钦干嘛这么着急 因为他在大仗接令的时候 他已经看出来 看出周瑜那个急切的心情 恨不得一切子就把这南郡抓的手 主帅要急 战将当然更得急了 所以他记住是兵贵神速 我那一切子 人马到南郡了 早有戏作 抱进了南郡的率府 曹仁已经知道了 说周瑜分兵 一边取南郡 一边取伊陵 曹仁已经派他的兄弟曹纯 和大将牛津 率领三千精兵 去接应伊陵的曹红去 刚把人马派出去 现在听说周瑜派先锋官来取南郡 曹仁哼了一声来得好啊 小周郎 你特意的狂傲了 赤壁一战 你把我们丞相败得多惨啊 如今曹兵曹将 这口怒气未出啊 现在你不送到我门上来了吗 我让你知道 知道你家曹仁将军的厉害 他这先锋官叫什么名字 启禀大帅叫蒋青 曹仁摇了摇头 没听见说过 一定是个无名小辈 还没等说再探呢 又跑进了探报来 并大帅 周瑜先锋官蒋青 在城前讨战 喝 来了 来 列队赢敌 三声炮响 曹仁就把人马带出来 说 他椅子排开 两阵队员 曹仁用手一裸这门旗的旗子脚 他侧目望震盛这么一看 他不认识蒋青呢 哦 这就是那先锋官蒋青呢 看蒋青跳下马来望得一站身高不足八尺 青铜盔 青铜盔何叶甲 手提三平刀 什么叫三平刀 刀头三尺三寸三分三 刀杆三尺三寸三分三 刀转也那么长 是共计一张 这原将 提刀跨马 正在镇前那会儿贪马呢 人如猛虎 马似骄龙 蒋青那嘴撇着 哼 曹仁心想 你就看着你那个样子吧 你能不能打仗 我看见你这个先锋官呢 我就等于看见你们那个主帅了 就那周瑜周公锦 今儿个你们那个周瑜 他忘了军家的大计了 是骄兵必败 如果周瑜要不骄 你蒋青绝没有这么神奇 怎么办呢 扎马过去通名道姓跟他打 曹仁转连一响不忙 我今儿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 我要学一元大将 谁啊 官吁官吁官云长 他在白马泼前斩炎梁的时候 哼 炎梁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 官吁人马就到了他的跟前了 手起刀落 斩炎梁于马下 我当时看得非常清楚 我打心里头 佩服官吁 今儿个 我要学他 我给你这蒋青来这么一手 想到这儿 曹仁一摆手 什么意思 让谷吁 停歇 谷啊别敲了 吁也别吹了 当时曹仁 这长蛇阵里是鸦雀无声 蒋青看见了 听见炮响城门大开 曹仁领人马杀出来 可半天才没看见这曹仁的影子 这队人马出城的时候还吹吹打打呢 现在一点动静没有 您说这蒋青怎么想 他心想 嗯哼 甭问 这曹仁呢 让我给站住了 现在吓得连鼓都不敢敲了 想在这儿啊 蒋青扯开嗓子喊了一声 曹仁 还不赶快来马前授手 曹仁一看 是识会了 他突然间用手这么一抖这门旗 啪 这门旗就跳开了 俩脚很命一踹这绷腾绳 曹仁夸下这匹黄标马 马通灵性 他知道主将啊 要用突然袭击了 这马猛就这么一尝腰 耳头万回这么一抿 跋 尾巴这么一脚 嚇唠唠唠唠 dragon 简直不像是撒马尤打镇里跑出来的 就好像啊 曹仁是连人带马 用那个弹弓 蹦出来的一样 一阵风 就到了蒋亲的跟前了 当时蒋亲就有点发懵了 因为什么 他按照常规办事 对方撒马过来 啪一打对面 通名报姓 然后是摇枪举刀 好打呀 谁知道今儿个曹人 把这全免了 从道人到刀马到 曹人手里这口大刀 比蒋亲那刀可沉多了 刀又宽 背又厚 刃又薄 就和善板门刀 像一扇门似的 等曹人到了蒋亲的跟前 他一拢刀头 用刀钻直刺蒋亲的胸 蒋 蒋亲赶忙举起来 三瓶刀往外封 实际人曹人这招是假的 这叫虚晃他一下 刷这个两码这么一蹴动 曹人这码呀 就从蒋亲这右边 只一摞而过 马过去了 刀可下来了 曹人用了一个孔雀 这刀由上往下 你说由上往下吧 还不像 说是砍也行 劈也行 简直这刀是炫下来的 按英文字母说 他砍了一个F形 这蒋亲怎么多呀 蒋亲想用那三瓶刀啊 来的苏秦碑剑 全来不及了 他一咬牙当郎 把刀扔了 然后他往这马鞍桥上 这么一啪 就听 咔咔咔咕 蒋亲这头盔就掉了 跟着他就觉得 这头啊 那么一凉一热又一凉啊 怎么这么乱呢 一点不乱 一凉啊 那大刀片过去了 一热血下来了 又一凉那血凝了 感情把蒋亲的头皮 给炫下一块钱 蒋亲在马上 这么一浮身 哇 当时就败下去 曹人把大刀往半空 这么一举 大吼一声杀 曹兵就掩杀过来 一切子把蒋亲的人马 杀退了二十几里 曹人这才把人马收住 随后传令 掌得胜不回城 吹吹打打的 人家回去了 您再看这蒋亲 来的时候啊 他好像是一只五彩凤 现在啊 成落汤鸡了 看了看 丁凤徐胜 丁凤徐胜 也是窥歪假邪 咱们怎么办呢 回去交令吧 就这样 鞭头搭了假的 回来了 蒋亲在帐外听令 周瑜正生气 叫他进来 蒋亲进来请罪 去南郡不下 让曹人杀得大败 呸 周瑜把脸色望下一沉 大胆的蒋亲 临走的时候 我是怎么嘱咐你了 我让你不要小看朝人 你夸得什么朗言大话 现在让人给杀得如此惨淡 犹处我军力 吩咐刀子手 把蒋亲推出去 咋料 坤王手过了 就把蒋亲给捆上了 众将赶忙蒋亲啊 都督手下留情 现在我们分兵打一陵南郡 去南郡一陵不下 先杀自己的大将 愚军不利啊 往都督饶过蒋将军吧 哼 退回来 蒋亲谢不展之恩 哼 非是本都不杀你 若不是众将蒋亲 我焉能饶恕 掌下天 尊严 吓得蒋亲啊 跑一边站着去了 这回再不敢咋唬了 周瑜传令 要亲自去取南郡 慢来 老将军成普给拦住了 都督 您不能去打南郡的 您得想办法 先把咱大将甘宁救出来啊 呃 哎呀 周瑜一听成普说的有理啊 哪能放下甘宁不救 去打南郡 可周瑜现在心急如焚啊 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取南郡 嘿嘿 不还是因为跟刘备鸡养那事儿吗 我要是不取南郡 人家刘备有言在先啊 周都督 您要是不取 我可就要取了 您要是打不了南郡 我也要取了 您说周瑜能不着急吗 尤其能放着个诸葛亮 人家说取 他可真取啊 我怎么能不打南郡呢 但是现在领着兵去打南郡 那仪灵的甘宁可怎么办呢 周瑜真为难了 就在这时啊 过雷一员大将 谁啊 吕蒙 这个人可了不得 吕蒙这外表长得可特别难看 但是他心里头有秀啊 他给周瑜出了个主意 都督 我看这么办 咱们急于取南郡 这我们大家都明了 因为都督您已经和刘备激过掌了 可现在咱又不能呢 放着甘宁不救 都督您能不能那样 派一个人呢 代替您统军 去取南郡 您呢 亲自领人马 去救我家甘宁 都督您看怎么样 嗯 周瑜一听这可是个办法 不过谁能代替我兵发南郡呢 吕蒙一笑 都督 我给您推荐一个人 此人呢 堪当此人 谁啊 灵统 灵工序 您就让他代替您 没错 周瑜点点头啊 他按条大指 吕蒙这个人物推荐的好 他就把灵统叫过来 跟灵统一商量 你代替我领兵打南郡怎么样 我到一灵旧甘宁去 咱们什么事儿全部耽误 灵统这人呢 可不像蒋钦 扎扎扎扎扎扎的 没有真实本领 还愿意贪功 人家灵统是玉士三思 度得量力 不度 您让我替您去打南郡倒可以 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您得给我规定个期限 我代替您几天行 时间一长 我可就替不了了 林孔这几句话说的呀 周瑜听得挺高兴 那么贡旭 你说你能代替我多少天 度度 我只能代替您十天 十天以礼 要有什么差错 您拿我试问 十天以外 那我这力量可就不行了 哦 龚旭 你至管放心 我十天内 必从仪陵赶回来 那是再好不过了 当时周瑜给领统一支令剑 让他统帅精兵一万 去取南郡 自己带领着文武众将 来打仪陵 就甘宁了呀 甘宁真让人给困在仪陵 可不是吗 甘宁的人马刚一出动 南郡的曹仁就知道 曹仁立刻派他的兄弟曹淳 还有大将牛津 领人马呀 去仪陵接应曹洪 他们的人马没到 甘宁已经到了 曹洪出城 迎敌甘宁啊 只在甘宁马前走了四五个回合 曹洪是落荒败走 仪陵城不要了 甘宁一看 这倒真省事啊 没费吹灰之力 他当即传令 人马进城 甘宁率领人马就进了仪陵了 他进仪陵这工夫啊 人家曹洪和曹淳牛津就合兵一处了 就是曹淳牛津不来 曹洪也想啊 给甘宁来个反包围 人家弃成是假 困成是真啊 本来曹洪就想把这甘宁给困在仪陵这 正好接应他的人马一到 两军会合一处 哗叉下子 就把这仪陵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甘宁进的城里来这才发现 上当了 等他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啊 这仓里边连一粒粮食都没有 哦 甘宁明白了 曹洪啊 这招可很毒啊 他想把我的人马活活饿死在仪陵 这下甘宁可有点急了 他急忙率领人马往外冲杀 甘宁是力杀四门啊 奶门也杀不出去 曹兵曹将啊 像孤筒似的就在这仪陵城外这儿 孤着你 眼看啊 甘宁这粮食就绝了 就在这时 周瑜都督领着人马来了 快到这仪陵地界了 大将吕蒙啊 又给周瑜出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 说都督您看 前面那儿有一条岔路 据我所知 这条岔路啊 离南郡很近 如果咱们要在仪陵这儿杀败曹洪 他的败兵非从那儿走不可 您不如在那儿设下一只兵马 就是安排下一少人马做埋伏 等曹洪由那儿移过 结杀他一下 咱们呢 让士族多砍一些树 把伐起来那些树啊 往那小路绳子一横 曹洪的人马过着就困难了 咱们呢 杀着就方便了 周瑜连连点头 他打心里望外 赞配吕蒙 这人想事想得真细 他不是光冲杀打仗 而且是很有智谋 吕蒙将军 你这个办法想得好 周瑜立刻分出五百精兵来 去伐术 把那小道给查死 然后他带着人马 逼近了一铃 这时候曹洪也得到消息了 把曹洪吓一跳 什么 周瑜亲自领兵来救甘宁 哎呀 他立刻告诉曹淳和牛津 咱得格外小心啊 那周瑜可厉害啊 曹淳一听嗨 曹洪将军 你这是想哪儿去了 周瑜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背 这次他救甘宁来了 说不定 甘宁救不出去 他自己也完了 咱要是把周瑜周公锦生擒活捉 送往许都 交与丞相 我等该是多么大的荣光啊 他们想的可真不错啊 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 说了不得了 鸡尾将军 尤打周瑜的人马当中杀出一员将来 已经杀进了咱的重围直奔仪陵城去了 哟 曹洪一听捉住他呀 捉不住了 这员将飞马抡刀杀过去了 这员将是谁呀 周瑜 周瑜怎么杀进曹军的重围了呢 他是奉都督周瑜之命 去给甘宁送个信 周太杀的丞相 告诉甘宁的军孝 说都督来了 亲自来救甘将军 今天夜之三更十分 你们呢 跟随甘将军一起往外杀 咱们是里外加工 甘将军方能脱险啊 甘宁听到这个消息啊 激动的眼泪差点下来 都督亲自来救自己来了 他立刻传令 让所有的军校 今天晚上是简装饱食啊 就是少带东西 吃饱了喝足了 咱们往外杀 这些军校一听 吃什么呀 粮都快没了 反正将军这么吩咱们就这么准备吧 夜之三更 四处里 鼓炮声震天 一场混战啊 周瑜带来的这些人 哪都是生力军啊 杀得非常勇猛 甘宁这些人哪 困得也有点急了 拼命往外杀 您想这曹兵能不败吗 哎呦 败了个稀罗话辣 七零八落啊 最后曹洪曹春 刘金 领着一股的残兵 就奔那小道去了 人家吕蒙啊 早就在那小路口那 设下埋伏了 好嘛 曹洪他们 都打马上掉下来了 这一站的 让人家得去了 五六百匹战马 最后曹洪 朗朗辈辈的 败回南郡去 周瑜 都督和甘宁 和兵一处 甘宁谢过都督 答救之恩呢 嘿嘿 周瑜微微一笑 听吧 这话你说的哪里去了 兴霸有难 我焉能不救 周瑜刚要出部告安民 吕蒙提醒了 都督 您不能在仪陵这耽搁呀 咱们出来几天了 您别忘了 灵统跟您讨线十日 哎呦 周瑜行可不是吗 他派一些议员将 在这简单的 把这仪陵收拾收拾 自己立刻带人马 翻回南郡 连来带去 整九天 一见灵统 灵统乐了 都督 您来的真好 时间掐算的也好 快给您吧 说着灵统把兵符令箭 交给了周瑜 周瑜问灵统啊 说公穴 我走这几天 这南郡曹仁 有什么举动啊 你跟他打了几仗了 灵统一听 回兵都督 我只和曹仁打了两仗 没分上下 这两天呢 我就看 这南郡城头 是变插惊奇 看来 曹仁一定有什么诡计 嗯 周瑜点点头 他觉得灵统这话说的好 兵书上说 是增兵 简造 你看他造堂一地儿撤呀 人马可多了呢 你瞧现在曹仁在城头上插旗子 说不定 他要用什么 移兵之计吧 带我来看 周瑜亲自领人 出园门 来查看这南郡 离之远呢 那年代 科学不那么发达 没有望远镜 那怎么办呢 反正那时候 有那时候的办法 比方说那一大竹筒子 三尺来长 也可以当望远镜使魂吧 登高一望 周瑜就见 这南郡城里边 果然 那些军校都在急急忙忙的活动 仔细看 好多军校 腰里头都杀的刀裹 哦 周瑜明白了 曹仁要弃城逃跑 不能叫他跑了 今天晚上 咱们取南郡 早开战犯 天刚定征 周瑜都督就把人马带出来 人家曹仁也得到消息了 领人马来迎敌 两军一场混战 曹仁真的打不过人家周瑜 他赶忙把刀子一摆 他的人马就败下去 这一败啊 没进城 插着这城边 往两边跑 周瑜在马上一笑 他笑什么呀 曹仁根本守不住南郡 我已经看出来了 他事无占心 他那些军校都没心思打仗 光想的逃跑了 周瑜传令 立刻 进南郡 都督是身先士族 周瑜催马 走到最前辈 他领人马就杀进南郡了 他的人马呀 刚进这南郡城中三分之一 忽然间 就听这城楼上 帮子响 响得特别急促 特别那么清脆 不好 周瑜猛的发现了 这是做空城的 我可能上当了 他一泪猫 想传令说后队变前队 退出南郡来不及了 随着人家的帮子声 是喊杀身大振 活猪周瑜 莫让走了 周公锦抓活的 捉住周瑜啊 哎呦 周瑜这人马就乱了 他前面都往后跑 后面都往前晕 自相践踏 就死伤了不少 跟着人家曹兵 尤打城头上居高临下 是乱箭齐发 周瑜用手中的亮银枪 拨打箭直往外退 就在这时 尤打西北角 飞来一支冷箭 扎把吞 好可怜 这一件正中周瑜的左肋 周都督大叫一声 咕咕哭哭 有麻生就塞起来 这时就听曹军海 周瑜已经落马了 咱们赶快讲 他声琴胡达 神捆锁绑 宋王 十度 作词 小歌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